目前,神舟18号乘组载轨时间已经过半 三名航天员迎来了太空出差的下半程 上周,航天员对空间站内设备进行了维护检测 并开展了多项空间科学实试验 一起来看看吧 上周,神18乘组对空间站三舱舱内的烟火检测传感器 进行了载轨功能测试 三名航天员利用专业工具 触发舱内不同位置的差定温探测器和感烟探测器 进而触发舱内语音、灯光和仪表的火灾暴警 三名航天员载轨完成了血液样本采集工作 这些血液样本将获得充分利用 除用于载轨进行血肠规 血声化检测外 部分血液样本在完成相关处理后 直间冷冻保存 后续将下行至地面 供科研人员开展航天医学实验领域的多项研究 意图通过综合分析相关指标数据 开发空间环境健康风险预警的预测模型 研究长期航天飞行中五个相关生理系统变化特征 以及失重环境下骨骼糖代谢和机体糖之代谢变化规律等 此外 航天员利用血液样本在轨开展了生理指标监控评估技术研究 在对血液样本进行离心处理后 航天员使用分子碳针光谱对血浆进行检测 这项研究主要用于验证基于分子探针和增强拉曼光谱技术 对蛋白质等有机化合物进行在轨检测技术的可行性 验证分子探针光谱以在轨检测试验流程与操作的科学性和可行性 并获得在轨条件下古代谢生理效应标志物的指标参数 除在轨开展科学实试验进行站内设备维护检测外 航天员还完成了动态心电血压测量 运动肺功能检查等多项医学检查 以及其他工作任务 下周见 下周见